面對的第一個打席就是助身球 哇呦 就這一棒直接夯出去 要看這兩個野手中間落地 這是一支安打 結果盤之方呢 在這一場比賽呢 向中的第一顆球啊 他就敲出了這一支 可能是三壘安打喔 這個球想要訴求的感覺來拚啊 速度是有啊 不過還是被 詹子嫻給掌握住了 有反向的一個平非安打 這一支安打的 當然三壘上的跑者 可以輕鬆的回來得分 詹子嫻帶有一分的打點 對 這一個變化球 就是 曹總有說啊 這個莊希葉今天看起來 他的這個曲球是蠻不錯 但是這個球很明顯的 江蕙宇就是有鎖定的 對 美國小的 這球打出去 傳了 在一二壘之間傳出去 又是潘志芳 而且這一球要直接回傳 傳啊 偏了 所以潘志芳這一支安打呢 帶有一分的打點 這支人上場的時候就是遇到狀況比較多 哇這球打中路啊 傳出去的是一支安打 這支安打 二壘上的跑者回來得分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你用王衛城的這個矯程啊 也不用冒險再往本壘傳啊 對 這次單局第二次上場的時候 哇 先看這球又是出去的平飛安打了 哇 周思琦的這個狀況 也是很好 這球應該是安打了 在花了比較多的用球數的情況下 球單 結果中外野手處理這個球呢 出現了狀況 球單呢繞過了二壘 踩一個大煞車 哇 這是擋煞 哇 又是安打 哇 這個球安打出來的話 原本二壘上的球單呢 是頭也不回的回來得分了 嗯 連著兩天 林澤兵 但是有這樣子一個內容 哇呦 結果呢這一棒 延紅軍應該是打了一個長打要出來了 嗯 會會進來 那原本在一壘上的跑者現在要回來得分 呀 延紅軍要挑戰三壘 這會是一支三壘安打 哇 這又是一個中間方向穿出去的安打 我正在想說他應該會打到哪裡 那沒有猜到他打中 中線 所以是期待啦 當然也要有備案 中間方向的一個飛球 哇 結果嘗試賭博式的接球 沒接到 滾到後面去 那周思琦要回來得分沒有問題 打者呢要上三壘 欸 這也會是一個三壘安打嗎 我想要嘗試去接 去攔截 攔不到 滾到後面去就造成更大的傷害 然後跟著呢 哇 今天 這樣不只 小可愛又升級變小可怕了 三支三 這球掃出去 傳了 再一支安打出現 原本在二壘上的跑者要回來 這個時候直接要傳翻來 Safe 選的嗎 他如果抓狂的話也是會會壞球 所以是說想辦法讓他抓狂嗎 結果這球打得還蠻深遠的 繼續飛 已經轉過去看了 阿翔又上看台了 不是這種抓狂 抓狂 你自己說要讓他抓狂的 結果周思琦 哇 那破他單記 新高的22轟的紀錄了 在他39歲的這個年紀 寫下了單記最多拳雷打的個人紀錄 這樣要做攻擊嗎 真的 又是安打 哇賽 三支三 好 他土頭也大 那這是一支長打上二壘 這球打到了有幾的管局 撲下去來不及 中間穿越了一圈安打 原本在二壘上的跑者回來得分沒有問題 所以又是在 所謂後段棒次的一個串連 這球打出去 看有沒有機會 應該是落地會成為一支安打了 這支安打掉一分打點 原本在一壘上的跑者呢 也上到三壘 球單是保險 回到一壘 單場的第二支安打 這球打出去 啊 又串啊 真的是 真的是 你在他鄉別來不一樣啊 單場第四支安打 見誰他都打 哇 結果這球打出去有機會喔 落地又是一支安打 那原本在二壘上的跑者 要回來得分了 今天的後段棒次的連線啊 這球打出去 籃下來了 但是只能拋給不位的投手 抓一個出局數 那三壘的這一分呢 還是要回來啊 不過能夠把這個球籃下來已經 這一球打出去 中間方向 結果落地這是一支安打 那壘包上的兩個跑者 第二個也回來 來得及嗎 他被take到了 嗯 所以第一個回來 可是陳文傑 回來的時候 是被中萬一手的一個回傳給阻殺 失頭了 偏高的球 落地這真的是一支安打了 那這支安打會帶有一分的打點 而且王偉誠的腳乘上二壘沒有問題 這球打出去 但是呢 落點不佳 直接進到了 秋丹的手套 那三點上的跑者回來得分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高飛犧牲打 帶有一分的打點 所以即便徐基隆這一棒沒辦法上了耶 但還是對球隊有貢獻 嗯